记者蔡淑苑台中报道 1217反空污游行将于明天在台中高雄登场 市长参选人卢秀燕将启程早已表态参加 市长林佳龙在今年0219反空污游行中缺席 空污严重的云加县长都到场 还团这次连六天在市政府抗议空污 并一再邀请地主大家长参与 林也未松口直到今天下午她才与诺辉与夫人廖宛如一起参与 支持游行四藏诉求 中南部空污严重令人诟病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主办1217反空污游行看晚话就健康大游行 明日分别在台中与高雄两地同步举行 并提出四大诉求 包括一新政院经济部与环保署南迁 二中火力克减煤二成赛逐年减一成 三个县市前30大污染源与2018年底前减排二成 四空品资讯网速增加可及时反应的指标 林霞龙今天发新闻表示自己是市长也是公民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与所有民众呼吸一样的空气 对改善空气品质有相同的期望将与夫人廖宛如加入游行 一起表达反空屋立场并支持环团提出的四大诉求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叶光鹏表示 目前彰化县长魏明谷嘉义市长图醒哲云林县市里 竟由李诺出席 明天游行将于下午一点在台中市议会集合 绕行周边道路会中路台湾大道文青路再回到市议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